這人真的慘了 綜藝天王吳宗憲涉嫌掏空遭到起訴了 而且呢 最終可能還要做十年的牢嗎 就是因為呢 其實他之前不是喔 原本呢 賺了在演藝圈賺了很多錢 但是轉投資 包括LED啦 還有這個餐廳 但是都虧損連連 現在還被檢調查出喔 涉嫌跟這個上軌公司 聯名行動科技動作呢 來勾結 利用假交易來掏空 總共呢 三千多萬元的資產 被依侵占等罪嫌來起訴 最終恐怕十年徒刑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你們 謝謝 公司傳出疑似不法交易 綜藝天王吳宗憲 去年遭檢調約談 臉上還是堆滿笑容 有很多東西就提前曝光 對啊 就是說我公司的一個發展 但是因為這個是 之前的一個合作交易 那我們在這上面 就是說也聽檢察官那邊的Follow 吳宗憲表現一派輕鬆 講話用詞避重就輕 強調自己不可能犯罪 不過北檢調查後 發現吳宗憲和聯名董作簽約 向阿爾發採購一億多元LED 聯名開立四張本票 共六千萬預付貸款 吳宗憲拿兩張 向朋友周轉四千萬 另外兩千萬由許楓洋兌現 侵吞聯名資產 一直到合約到期 阿爾發沒有出貨 雙方解約 但吳宗憲只會回兩千多萬 不夠的一千兩百五十萬 全由聯名吃下 因此檢方認定 兩人勾結 另有假交易 侵占聯名資金 三千兩百五十萬 最重恐怕會判十年徒刑 今天是證人的身份 是是是 會有說明什麼資金的流向 或者是 沒有證人是 看待別人的公司 跟我們之間的關係 我去做這個說明 檢方去年七月 以犯罪嫌疑人 兼證人身份約談 吳宗憲強調 只以證人身份配合 檢方調查 不過現在起訴書公布 操控公司罪證明確 十四號下午 再度約談吳宗憲 是必要說清楚 講明白 不是搞笑輕鬆 就能帶過 中文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